李津平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胡女士和张女士 你们是婆媳的关系 是吧 对 两位今天来金牌调解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账户是2019年7月份 她出了车祸 账户名下的遗产 分一部分给我的女儿 遗产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以前谈过 但是结果都没谈好 我们请婆婆张女士说一下你的诉求 我想这个是来的 她提出来说希望有一部分是给到女儿 对吧 对 好 你呢 我儿子找了 房子是我手上的东西 存不存在还有她所说的 应该要分给孙女的那一部分呢 孙女的那一部分我答应了 这对婆媳因为遗产问题闹了两年多 有争议的遗产主要是逝者名下的一套房产 这套房产是婆婆的祖屋拆迁后的安置房 胡女士要求把这套房产登记在女儿的名下 婆婆张女士嘴上答应 但一直拖着 双方为此闹得很香 婆婆张女士说 为这件事 她已经大半年都没有见到自己的孙女了 七年十三 我都想想你做些孙子啊 我就到我孙女来了去 我就找到她家里去啊 喊喊到她妈妈去 她路上就看到我孙女啊 她说 她你收上个手表了 来来都联系不当点啊 她妈妈就这样说了 手表跌到水里面去了 换了 我都相信她跌到水里面去了是吧 跌到水里面去了 七年十六 我又买一个手表 1860块钱添了把手表送的钱 她这样说了 不要你的东西 咱就跟没有人关系 我送的我孙女 我也不送的你 你跟我没关系 我孙女跟我有关系 她就不让你和孙女 她就不要我 不要我 旁着我走 你走 不要在我家里 不要你东西 所以就一直没见过了是吗 没有 他因为他一见到我的面就吵架 我也不想见他 我不想跟他吵架 一跟他见面好多事情就吵架了 小孩看到她 他见孩子就意味着要见到你 对 然后我就不希望小孩参与这些事情 因为他爸爸除了这个事情 肯定对他也有打击 他从来不顾及小孩的感受 他不管什么时候 他想找就找 他又找我 打电话找我 就叫我孙女 我孙女说 奶奶 我妈妈跟你说话 赶紧跟我说这个事 这个方针你写不来 我写啊 我一毛说不写 我一天会给到我孙女 你不要跟我争 到了18岁 我给到我孙女 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条件 你是怎么考虑的 考虑我就怕 给到我的房子 他 给到他去了 我们家庭情况有点复杂 因为我跟丈夫是阿妇 前面有一个儿子 儿子在我丈夫出入车祸的那年 他已经有20岁了 婆婆可能有点重男轻女 我觉得是这样 担心她这个财产可能都会给我那个 给孙子 对 胡女士说 丈夫前妻的儿子继承了遗产中的一处店铺 这套房产归女儿所有 理所应当 胡女士的女儿今年9岁 婆婆口头承诺 要等孙女18岁之后 才肯把这套房产给孙女 胡女士很担心 婆婆到时候变卦 胡女士说 她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丈夫意外去世之后 第二天就发生了让她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 我丈夫是2019年7月8号过世的 当时人在医院里抢救 人的脑子都是空白的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前妻的儿子他这样跟我讲 他说阿爷把钥匙给我 我就回去跟爸爸拿衣服 当时人没抢救到 我从来没想过他们会把那个钱包拿走 钱包里面有身份证 几张银行卡 7月8号出的事 到了24那天 因为老公生钱卡了多少钱跟我说过的 然后我就去银行查 一查卡的钱全都转走了 转到我来了 转到我再借我的手 银行的人说是婆婆跟她儿子 知道以后我就跟婆婆说 我说你这样做的不对 卡放在你身上保管我是放心 我说你转掉这个钱是什么意思 那个钱是我的钱 卖房子的钱 为什么是你的钱 不是他的钱 我的钱我给的我甚至买房子 他九云福买房子的钱 你取这个钱为什么都没有人跟他商量呢 我只能看一下拿出来的 不管是 不管是不是怎么拿出来的 要取你儿子的钱为什么没有人跟他商量 这个是是我老人家不懂饭 我就说是爸爸的钱就起出来 我就这样说一句 为什么要转大的钱 你又没有用 你破钱 你要用钱你转出来了 你不要用钱 你为什么把钱全都转走 丈夫去世的第二天 银行卡利转走的这笔钱不是一个小数目 金额高达68万 胡女士认为婆婆这么做 这明摆着就是防着她这儿媳 这让她心里很不舒服 胡女士说 即便是婆婆把钱转到了她的名下 当时她还是考虑到家庭的和谐 并没有和婆婆大吵大闹 这笔钱当时我没有提出来 我是现在才提出来 是因为我这个婆婆 跟我把关系彻底弄僵了 胡女士说 丈夫没有去世之前 她和婆婆张女士一直相处得很不错 她没有想到婆婆会背着她 把丈夫银行卡里的钱全部转走 这还不算完 就连胡女士开店的店铺 婆婆张女士也急着要收回去 因为这件事 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还惊动了当地派出所 家里拆迁 得了几个店铺 然后得了几套房子 我丈夫在世的时候 是给我开了一个店 以前我是开店的 因为我丈夫过世了 然后他就三番两次地 叫我不要开店了 这个店他要 他不给我开了 我儿子走了 他就没有开了 一空开一个年 锁了两年锁到那里 然后我就跟他妈妈锁 我外婆 叫你你给的那个店 你到我哪里做我干嘛 这个做是什么意思 我来说吧 他到那里做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那个店空出来 让他有些时候坐在那里休息 平时我那个公共是这样的 我开店的时候 他也是拿一个摇椅 坐在我的店门口 有一个位置可以坐的 并不需要收回店面 他才可以坐 对 现在他没有开 我就叫我老爸 只有他在那里休息 比如说你也可以跟儿媳说 你给一把钥匙 这样老人家去的以后 自己也可以去休息 他就是不给一把钥匙 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开这个店 我就经常会去上门服 我出门呢 我肯定要锁门 所以你的意思是 把钥匙交给老人家 是不现实的 我交给他 他有些时候走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门也不锁 这是我的东西 我怎么没有你全力走了 是我的东西 他又没有开店 所以关键在这儿 你认为这个店面是你的 儿子过世之前 你们有没有提过 你拿钥匙来 没有 没有提过 所以为什么要在儿子过世以后 你突然就跟人说 你钥匙要拿来了 我是要 他没开着的 他店面没有开 我再开 我再开 那在这个时候 你们没有好好地协商 协商好久 协商一年多 他都不给的我 我老公过世了之后 半年还不到 他也曾经赶过我出门 你这个都是说假话 我赶不过人出门 你自己不记得了 有一次我也跟他沟通了 我说你给我一点时间 因为开店的人要去搬店 肯定要时间的 我还要找到重新的店铺 或者什么的 然后我也很生气 我说你就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吗 后来我们两个就吵了一下 他都打了包都走了 我说你这个店面到什么时候回车来呢 我会给的你 要到八月份 八月十九号 八月十九号到来 我都高兴的钥匙 可能是送的钥匙到我来的 清早他们又来过 东西全部帮帮了 楼下都没有了 就是楼上还有两个厂 我就说 那个厂什么时候搬 他就说 我搬不下来 我叫你来搬 他就这样边走边说 欺骗你 欺骗你 他很过激 他就等不及了 把那个店门敲了 把我的东西放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后来为了这个事情 我就报警了 我说你没有权利去把我的店敲开 报警了之后 也就不了了之了 因为是家事 店铺是交给你继续 还是婆婆收回 婆婆收回去了 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彻底绕翻了 她是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 婆婆把店铺收回去之后 双方的矛盾就摆到了台面上 胡女士带着女儿离开了这个家 双方之间的联系也就越来越少 对于收回店铺这件事 婆婆解释说 这其中另有隐情 胡女士离开这个家之后 很快又有一段新的感情 面对胡女士新的情感 婆婆张女士心里很不痛快 于是把房产给孙女的事情 就搁置了下来 后来就发生了胡女士 不让婆婆见孙女的事情 见不到孙女 婆婆张女士心里非常难受 两个人就这样 暗地里叫着劲 见一次吵一次 只要提到这件事 每次都是不欢而散